我们往上处理一个一个追啊 一个一个追 这些跳转 跳转对我们没影响吧 哎我们还是把跳转也也走一遍吧 我待会待会又出事啊 哎呀他不断啊 这个地方本身就不应该断啊 断就出问题了 好我们把跳转走一遍啊 把跳转的都给他标上一 这样的话呢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应该什么样 大家说这个跳转呢 不是不同情况不同跳吗 不同情况是指 他比如说发包失败啊 或者是掉掉线啊 或者其他特殊的异常的情况 我们现在是一个正常情况 他肯定每次都是一样的啊 嗯我们我们先先走吧 怕掉怕掉线的啊 我们先走 然后把断点放开 断点放开以后呢 我们点减号键啊 点减号键来找他跳没跳 啊 如果说我们突然跳哪去了 那就是说什么 他跳转成功了吗 对吧 哎啊 没有跳转成功 哎 上午是哎 跳过来的 对吧 跳过来 他是直接从这个 上午是这个地方跳过来的 哎 要从这跳过来的 其实执行的代码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 啊 好像是这么多跳转之后 我们发现代码执行的好像 也并不太多哈 这中间好多的代码 其实是没执行的 对吧 就没执行的 所以说没有什么好可怕的啊 嗯 这个地方跳了 对吧 这前面的跳 我们已经标注好了 好了 就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追 从哪开始追呢 从这个rcx开始追啊 一步步来啊 考验你们的小内心啊 把这个地方拿下去吧 对我们来说没有用了 游游戏对我们来说都没有用了 就是 写表达式啊 写表达式的一个过程 我慢慢写了嗯能写成啥样呢一点点来 rcx先追rcx rcx 那我们rcx上来我们就就就就就很那个什么啊 就很这个烦 我们上来就得就得怎么样 就得就一个一个计算器变成两个计算器对吧 这怎么这个东东西确实写起来很烦 我们给他长一点吧 拉了长一点啊 给他足够长的空间 我们慢慢写 那直接连着rbx我一起写了得了 连着rbx就一起写了啊 嗯 xr rbx对吧 rcx跟rbx在这个网上逆的过程中没有什么变化 rcx rbx 然后rbxrcx要替换成rcxr这个rx对吧 然后呢 rcx 左移20位 左移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用那个c++的符号写吧 嗯 我们就直接左移用这个 箭头啊 直接左移20就完事了 直接左移20 这样的话看起来 能稍微的 这拉是不那么长 这需要好多括号 括号啊括号还得加上先左移 再去他然后再查完啊 继续 哈哈哈 然后呢 rcx实际上来源于什么ex exexex又来源于什么 rsi加上 354对吧 来354 稍等一下啊 稍等一下 我为什么要稍等一下呢 是因为这样子 我们先把这些跳转呢 跳的位置也给它标注出来啊 防止待会错了 跳的位置是不是这啊 这是跳的位置 我们刚才亏的看了一眼 对吧 要不看一眼 还要继续在网上看呢 要把跳的位置都给它标注出来 比如说这是跳的位置 跳的位置 我怎么写写2啊 写2 要不然哪个跳了不知道 跳的2 跳的2 对吧 跳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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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注出来了 那你可以也可以也可以减号键去看 对吧 嗯 差不多 这些代码呢 也就这么一百来条吧 也不算多了 我们继续往上追 这是跳过来的 上面的代码自然不用看了啊 那我们 继续往上 容我强迫症一下啊 容我强迫症一下 我再检查一遍 rcx rbx 然后rcx 替换成rx 这个变成他 然后rcx 再替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rcx 再替换成rx rx rx 再 rx 再替换成成他 这个里面的rx 他也得替换 对吧 他也得替换 他也得替换啊 是吧 我强迫症还是有用的检查一遍啊 因为这种东西很容易错 你们也一样啊 你们也 我估计也是很容易错 不只是我 然后呢 我们继续再往上 去追 追到哪人呢 追到这个位置 是从这个例子跳过来的 对吗 嗯 把这个表达师放在这里啊 放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这里面这条代码也没影响 从这跳来的 对吗 好像对我们来说也没影响 然后又从这条代码又从这来了 我们这是跳来的 从这跳来的 啊 对我们好像也没影响 啊 我们就可以把表达师呢 继续放在这 放在这上面没有了 上面还有这么长啊 这么长继续往往上追就好了 RSI往上追 每条代码我们都看 因为我们里面有好多个寄存器 对我们是有用的 对吧 RSIX来源RX好像没用了啊 没用了 没用 那我们继续再往上 他有没有RSI跟RBX RBX有了啊 RBX有了 RBX有了干嘛的呢 RBX有了是干嘛的 这了 给他替换成 And RBX And RX 啊 好 我们现在又从两个寄存器 变成三个寄存器 需要追了 啊 这又来RX 啊 RX呢 我们这里面 他要我们取个反啊 取个反 我们直接写note也行 我们直接用CX直接写也行 啊 我们写那么他太长了 我们还是用CX取个这么个玩吧 先这么写写上 嗯 RX 然后呢 RX又怎么样了 又搞事啊 这怎么还左左依CR位啊 左依CR位啊 左依CR位这个 左依这个CR位是不是固定的呀 嗯 我们现在是否左依CR位是个啥 还不知道 那就先这么挂着吧 先这么挂着 如果不行的话再来看 那我们下个下个段看一眼吧 看CR是个啥玩 11啊 整个RX就是11 R15也是11 这个值是不是不固定的呢 我估计不是固定的吧 R什么玩意呢 R15 30他不是固定的 那我们就写了 有这个CR跟这个R15是一样的 嗯 R15 还得套上括号 对吧 我估计你们自己写 百分之八十会配到最后公司是错的 对吧 因为什么呢 这个东西啊 不只是你啊 任何人都都是一步一步 这个东西太太麻烦了 嗯 要不然你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经过一个指令之后 你就给他复制出来 一直复制到你的CR加代码里面 然后呢 到最后我一起整理 我一起调用啊 反正也也 也也都一样啊 稍微粗心一点也都很容易出 然后呢 这里面R AX来源于我们的RCX 看一眼 这RX现在是个啥东西 RCX跟RX是个啥 3F啊 3F 啊不用不用看啊 不用看 上面上面就写的 RCX就是什么3F 也就是说我们的R AX可以换成什么3F了 R AX有没有啊 这儿的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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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表达是变成这么个玩了 嗯 好吧 我们继续往往上追 现在又变成两个计程器了 三个计程器了 15 BX跟RSI 啊 来源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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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从这跳过来的 好像看到点希望了是吧 看到点希望了 哇 又来到这儿 这又是一片啊 好 把这放这 R BX 大爷 三个计程器就变成四个计程器了 哦 三个计程器成功变成四个计程器啊 不害怕啊 害怕什么呢 一点不害怕 然后继续 再往上 我们看看 我们先往上翻一翻看 离我们的希望远不远不远了啊 不远了 还有三十条来码 这个地方的24呢 又被替换成 看14 tl块号 按的 按的谁啊 0X 我你大 12345678941112 实际上是是是满的啊 12345678 然后倒数 一个倒数第二个字节千块零零 啊 好的 其实他这是一些数学算算法啊 这这个算法 方面其实就是一些数学算法啊 至于什么呢 我们就先不腻啊 我们先去网上追出来之后再说 哼 公司太长 我都我都放放不下了 我要放不下 现在我们看看整理一下需要啥啊 R15 R14 RBX RSI RBX被替换成了R AX 好 RBX被替换成了R AX 然后EAX呢 又左移了8位 要不然算了吧 哼 然后EAX来人R15 哟 我们这个时候稍微看到点期望 是吧 因为啥 啊 我们终于从4个基准器现在变成3个基准器了 RSI跟R14 R15 终于变成3个基准器了 啊 少一个基准器它也是好的呀 然后呢 ADD 加10 R S R5 R RP 加 加什么 加10 套括号太深了啊 括号套的太深了 给我都套迷糊了 这个地方还有个R15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网上整理也行啊 下吧如果再预见这样的话我建议还是 追一条复制一条代码到你谁家家里吧 然后直接调用汇编代码 对吧 别别这么往往上弄了 如果这么长的话我觉得还合理 在网上又有好多我要收不了了 我已经要收不了了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收得了 还是复制点汇编代码吧 虽然那样也很容易错但是好像比的强一点 嗯 但是已经追到这了我们就给他追出来了 R15再减去什么 AX 我们先往上整一整啊 这个公司太长了 我们整不动了 有点 不要怕 现在RX R15 R14 RSI 不要怕 不怕也不行 不怕也不行 我们这个时候的R AX还有这几个值我们单独追吧 我们单独写写公式吧 好不好 我们单独写写公式吧 不要再往这个公司里套了 比如现在要追的R A R A R15 R14 RSI 这四个我们单独写吧 比如说这个R A等于啥 R A等于 R BX 乘以 R B 嗯 R B 然后呢 R AX又等于什么 R AX又等于R D AX加上R AX又多了一个计程器啊 哈哈哈 R 14 R 15 R AX 啊 我们R AX给我们惹了个祸啊 又变成更复杂的一个表达式了 然后呢 继续来 R AX呢 又移 F位 要F位 拖括号 嗯 拖括号 还好啊 出来的这个R D AX被消掉了 R AX R AX来源于R D AX 也就是这也是什么R D AX R D AX R D AX呢 又 又移了三位啊 又又移了三位 又移了三位 啊 变成了这么个玩意 啊 现在这个公司呢 已经写的飞编了 对吧 飞编了 嗯 反正马上看到希望了啊 就就这么几条代码了 先往上分分析吧 我们现在想放弃也不太好了 呃 这个地方呢 这地方呢 有个惩罚啊 惩罚 这是省略惩罚 对吧 省略惩罚 我们来看一下吧 嗯 看一下 大家可能更了解一下 看这个惩罚啥意思 下个下个段随便的让他断一下 来看一下 他是啥呢 这些课你们肯定是跟着也累啊 我写的比你们还累 所以大家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 rx是这么个玩意 啊 这的rf a0 b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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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乘以的应该是这个r15r15乘以是他 然后呢 他结果放在哪呢 大家可能说结果 放在哪呢 我们来点一下rf8大家看一眼 结果放在哪了 放在r a x跟r d x里面了 啊 r a x跟r d x里了 为什么是这样呢 我们拿计算器来看一下 你可能就更明白了啊 计算器啊 嗯 给你们看一眼啊 走路啊 先看r15是个啥东西是个6099对吧 6099 然后呢 我们点f8 之后呢 算完的结果 他分别放到了r a x 跟r d x里面 大家可能说什么成法会有两个结果呀 我们来看一下 嗯 r f a 0 b e 8 3 乘以 乘以 6099 我看乘以6099之后得到的结果啊 他得到结果是什么样子的呀 得到结果是11f8 然后什么 be82 fc4b 啊 他这个里面用的成法运算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用的什么32倍的 所以说他是什么 把乘得到的结果啊 低的32倍放到了 e x里面 高的32倍放在哪啊 放到了这个1.x里面啊 有时候你在这里面我们知道他是放的是这样两个东西 啊 两个东西看看懂了吧 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他是拿这个一个长量乘以我们的这个 这个r15 得到的结果分别放到了rs跟rdx里 这一个指令其实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两个计算器啊 那我们这里面其实只要追谁了只要追rdx了 rdx是啥呀 就是他的 高的 高的什么 32位啊高的32位对吧 那高32位怎么怎么写呢 1.x那1.x等于他俩的一个成法 他俩的一个成法那就是 2.x 我是不是写 写出刚才敲点代码了没给敲崩吧 啊 好 我们这里面呢来看一下 r a x我们直接写上r f a 0 b e 8 3 乘以谁啊 乘以r15 r15我们这里面就不用写了r15是啥 看一下r15是我怎么又给3了等会 r15是个是个啥 r15是个随机值啊 r15来源什么 e x es来源于乱的啊 就是说来源于一个随随机值 随机值 我们随便给他取个随机值就可以了 具体后面的话随机值有没有讲究 到时候咱再说 或者咱 直接调用他的这个乱的函数取个随机值就完事 啊可以调用他的这个函数取啊 取个随机值乘以我们这个得到的这个结果呢 应该是什么 得到的结果 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么长的话 我们用deward的乘 q卧的乘化 它是64位的 64位的话 我们说我们要的是rdx 不要他的什么 不要他的低的 32 不要他的低的32位 怎么能让他不要低32位呢 怎么能不让他要低32位呢 想一想 啊 我们只要向右移 嗯 向右移 0x20位就可以了 就32嘛 对吧 1x220 我们只要让他这个结果 向右移20位 是不是就相当于把他那个低32位消掉了 所以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结果rdx 啊 那我们的rdx其实就可以替换成 这么个玩家 啊 还是挺长的啊 rdx终于追到了一个是吧 终于追到一个 我们终于追到了一个可用的值 啊 这个值 这个值 里面没有什么了 随机值常量 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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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机值常量 常量 常量 全全常量 我们这个是等于我们的什么 等于我们的ex 啊好 我们终于追到了一个 追到了一个 成功了 成功了 我其实就到这的话已经成功一半了 上面没没多少代码了 你看 就这么几句回这么几句乘除加减的方法了 没有多少了 不影响了 那我们刚才是从这开始的里面还有啥 rsi 啊 rsi 哎我们还可以继续啊 这里面rsi没有来源对吧 rsi没有来源 没有吧 rx呢变成这么个玩意了 24呢 r是没有 但r15可以啊 这里呢r15可以替换掉了r15来什么 r15来源于r15-rs 然后r15来源于 这个 看一下啊 我们在这的时候把整个的表达式替换成了这么个东西 然后呢rx单独追出来了 r15也要单独追出来r15的话在这里面不是来源 这里面没有改变就是就是个随机值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里面 r15就直接等于随机值就完事了 我的妈呀等于随机值 我的妈 rx那我还少了个r15 r15搞定了 先少了r14跟rsi 啊到这的话还少了r14跟rsi 也就是说在这再往上追 往上追 r14和r14 啊这到这其实相当于搞定了80%了 啊实在是搞不动了去喝水了 嗯整个这个过程每一步其实都没有什么难度 但是你给他整理的细致不出错 确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大家也可以休息几分钟啊 然后呢 看下点视频我们继续把这个东西整理完毕 好这些内容就到这啊 记得下